隋东终于现身 二十年前所有真相被公之于众 全剧《最心疼傅卫君》 那个套车牌的黑衣人就是隋东 他现身的时间点不早不晚 刚好是在傅卫君的迷流之际 当年沈默陪酒陪睡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然而照片中的女人根本不是沈默 而是那个香港富商身边的小情人 这个老男人就喜欢这一挂的 高傲又不谄媚 所以在娱乐场所看到沈默的时候 才会想要立马得到他 女人是感情动物 哪怕自己以一个情人的身份待在对方身边 他都能接受 况且这个富商如此有钱 加上吃醋和嫉妒 再加上和沈默长得有几分相似 于是情人便自己拍了很多裸照 将其贴在了学校的公道栏里 傅卫君自然知道姐姐不会做这种事情 于是便和隋东多方打听 最终得知了是和那个富商有关 气上头的傅卫君直接杀了两人 并将其碎尸 第一集中那个朝着河里丢尸体的人 就是傅卫君 沈默知道弟弟是为了自己 于是也不再责怪 而是和傅卫君以及隋东一起 将尸体分割丢掉 沈默看着眼前和自己相似的脸 他瞬间想到一个绝美的办法 一个可逃离大伯魔爪的方法 那就是假死 他用硫酸将女人的脸混入 咬着牙切掉了自己半根手指 一起混在了尸块当中 当大伯看到这根熟悉的断指 才彻底相信了沈默已死 可正当沈默想要带着傅卫君远走的时候 因为太过担心沈默 王阳带着大伯找到了录像带点 看到了正要走的沈默 几人争执之间 傅卫君失手杀死了大伯 他知道自己在劫难逃 就想着干脆连王阳一起处理了 于是逼着对方跳到了河里 这一次王阳并未再次爬起来 而沈默在遭受一系列事情后 最终逃离了华林 傅卫君主动自首顶了所有的罪 而隋东再次回到华林 为的就是想完成傅卫君的意愿 临死之前见一面沈默 这次王阳并未再次回到华林